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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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得我家这只被鸡妈妈抛弃的小鸡妈 她现在正在独自觅食 完全独立了 这个麻鸡是她亲妈妈 刚出口没几天差点被她杀了 没有被她杀的孩子 其实被她照顾的还可以 后来实在没办法 把她过去给这个黄鸡了 这个黄鸡的孩子要小一点 在这个新家庭虽然不会被欺负 但是她总是格格不入 所以在这个新家里面 也很少看到她的身影 在很平常的一个早晨 我突然发现她好像受了很大的欺负 身上的毛是湿的 而且还身上好像受伤了 毛都掉了很多 她一想到这就逃走 刚开始我还怀疑是她这个新妈妈会打她 我抓起来看一下 很不正常 头上好像还有个洞 不知道是鸡啄的 还是被老鼠咬了 不过那个伤口现在已经结痂了 没有再继续流血 应该不是我家的月饼干的 她从小就不会欺负鸡 这小鸡太可怜了 上一次被鸡妈妈作叼的那块毛 还没长齐 现在又叼了很多毛 我今天还是把它放在笼子里面单独养 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两天我在用监控看一看鸡舍里面发生什么事了 鸡丁 你的笼子被鸡拔掉了 那天晚上我用监控看了一下 果然是老鼠 太大胆了 直接去我家鸡舍里了 这鸡晚上也是个瞎子 什么都感觉不到 这也怪不了月饼 所以今天下雨 月饼都呆在屋子里面不出去 而且鸡舍里面有门 他也进不去 今天你去看 哎呦 马达你踢到他了 月饼 今天你去看鸡窝 今天下雨你都不想过去了 今天把它安排到鸡窝里去 还是把月饼放到鸡舍里面 让他在这里吃一碗 看一看老鼠还敢不敢来 月饼刚进去还挺认真的 到处检查 他应该是能闻到一点老鼠的味道 他藏起来了 哎呦 他好像还感觉到我在看他 在很晚的时候月饼好像是发现了老鼠 他一直盯着屋子上面的一个角落 那个老鼠可能是从屋檐的瓦片底下钻进来的 哎 月饼在这里还是有用的 这都晚上一点多了 老鼠都没有来 上次看到那个老鼠特别大 应该是比较聪明 月饼在这里他是不可能会来了 本来还想看个月饼生群老鼠的 看来是没戏了 月饼也困了 现在剩懒腰可能要睡了 月饼 没抓到哈 来吃点东西 过来 还有两个吃剩的猫里 它以为有好吃的 剩的也是 你也是不挑 辛苦了 月饼 来 先给它吃点吧 晚点再给它鱼吃 后来没有月饼的情况下老鼠还是会进来 但是经过长时间观察 发现老鼠并不会伤害我家鸡 事情到这里完全没有头绪了 我家马达现在会对小鸡护食 但它肯定是不会咬 哎 马达 吃你的啊 马达 后来我们猜可能是黄鼠狼 所以我爸在里面又建了个小鸡舍 然后把所有的小鸡都放到这个小鸡舍里面 看看还会不会有意外情况 现在是什么都进不去了 老鼠黄鼠狼都进不去 窗户也封起来了 都用了这么多办法 所有的可能性都想到了 晚上数鸡仔的时候 偶尔还是会发现少于两只 所以我们大概断定是黄鼠狼在白天作案 摄像头完全没拍到 白天我家的鸡在院子里面 有时候被草挡住的话 完全看不到黄鼠狼 果然是黄鼠狼啊 黄鼠狼直接翻到我家院子里面来了 我亲眼看到黄鼠狼在玉米地里跑 后来有一次下雨 黄鼠狼又来到我家院子里 直接把一个小鸡带走了 我妈说听到小鸡惨叫声 一声鼻声响 后来就没了 这几天问了一下我们村里其他人 他们也有很多鸡失踪了 还好糯米是天天关在院子里面 要不然又要赖糯米 黄鼠狼大白天咬我家鸡 咬的就是这个孤独小鸡的同一辈 只有我俯视这个角度能看到 在一楼的话反而看不清楚 现在在挂地里面 我把糯米放进来了 糯米很喜欢抓猎物的 平时关着这个挂地的门它进不来 糯米 找黄鼠狼 快去快去 糯米还没闻到 马达 糯米已经闻到了 但为时已晚 那个狡猾的黄鼠狼已经逃走了 其实前两年也有黄鼠狼 但是我家的狗都是放养的 那个时候黄鼠狼根本不敢靠近我们村里面 现在我家狗主要都在院子里面 这黄鼠狼直接就入侵了 我家院子里面这个围栏看来得去掉了 要不然我家狗看到黄鼠狼都进不去 所以在农村啊 狗放养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只是这个偷狗贼不允许啊 以前我家的狗都会围着村子巡逻 所以那个时候黄鼠狼基本上不敢来家里面 现在我们村里已经没有那样的狗代替那个角色了 那个黄鼠狼很聪明 知道避开这只公鸡 因为公鸡的警报声特别大 会引起更多鸡的关注 那样的话 我家的狗肯定就能第一时间听到 现在家里只有一只公鸡 以后留几个白公鸡吧 都是那只白母鸡的孩子 现在不下雨了 好一点了 黄鼠狼不怎么来了 这个小鸡完全躲过了最危险的时刻 拿好吃的给你吃了 他的同胞就没那么好运 死掉了好几个 好好养上 哇 他肚子里面全是倒骨 能摸得到 硬硬的 好多了现在 哎哟 想站我脚上 再想站我手上 最近他恢复到挺快的 结果这个毛一时半会长不出来 再休养一段时间吧 有个很像他的鸡 每天都会来陪他 好神奇 真的好想 跟他是同一窝的 里面的小病鸡 还会跟他一起分享吃的 这个小孤儿鸡 真的是命运多舛 不知道能不能健康长大 它的运气和坚强 就像这个墙缝里面的野草 这个野草好像准备结种子了 差不多了 他出来了 伤已经好了 来吧 哎哟 还没出来你就欺负他 打你哦 你欺负他打死你 欺负他那个白鸡 曾经也是一只病鸡 他现在病好了 你看他跟同辈那只白鸡差多少 现在个头都没赶上 其实他的毛还没长全 说不定以后都长不全了 好惨 不过命保住了 哎呀 以后不能跟这些小鸡玩了 你只能自己长得更大 让他们不欺负你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你 好喜欢打架这个白鸡 病好了之后特别爱打架 现在这个孤独小鸡 我主要把它放在室内养 只能等它再大一点 跟其他小鸡融到一起 刚好家里有小猫 我也让小猫社会话一下 不要让小猫欺负他 把他吓到了 两个小朋友都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没有骑妈妈教的 也本能的会跑屎 不过这水泥地上 另一个小懒牛猫 感觉有点害怕 突然想起来还没有给你取名字呢 要不就叫你鸡尖墙吧 一路活下来真的太不容易了 真的不知道能不能长大 这个黄鼠狼暂时没有特别好的应对办法 就在前天的一个中午 突然听到了很奇怪的声音 我跟我妈以为有什么新的野兽 把我家的鸭子偷走了 我妈感觉到那个叫声 从院子里面跑到院子外面去了 我妈发现那个声音 好像到玉米地里去了 跟着那个声音都快跟到前面 从来交接的地方去了 搞得我有点紧张了都 好的过来 声音就在这里声音好大 哦 看一下看一下 哦 完了谁叫的鸟 谁叫的牛 牛都掉这里了 天呐 要热死了 我得去叫人来 还好没有多久 牛主人就来了 好像来了五六个人吧当时 那时候我已经回家了 最终还是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那个牛主人让我们附近的村民 都去他家买便宜的牛肉